在这边我要教大家画120度 跟画60度一样 首先你的圆规开随便一个大小 然后你插在你要画120度的地方 然后你就画 你的圆规不能够开太大 也不要开太小 开大会不够位置 开太小容易滑掉 然后你刚刚这一个同样的大小 你的圆规大小不要改变 你插在这边点一点 然后再插在这边 再继续点多一点 然后你接下来 只要把这一个连接起来 它就是120度了 你也可以用半原尺来量 你就可以看到 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这一个是它的底部0 然后这一边来到这一边是120 所以它这样画的时候 它是刚刚好能够到120度 然后为什么它会是120度呢 其实因为我刚刚我的这个圆规呢 这一个是它的半径 这个也是它的半径 这个还是它的半径 这个也是它的半径 然后它们这一些的长度都是一样 所以它跟刚刚60度 为什么会是60度的原因是一样的 就是你想象一下 这一边其实有一个一条线 然后这一边也有一条线 然后这边还有一条线 OK 你的这一些 这一些全部都是60度 然后这边也是60度 然后这边也是60度 然后这边还是60度 然后这边也是60度 这一个也是60度 所以它这一些都是等 边三角形 然后60加60 所以这边是120度 就是这样 但是事实上我们画它非常简单 第一个步骤就是画这一条 然后你接着就插在这一边 第二个步骤你插在这一边 然后你画这一个 第三个步骤你插在这一边 然后你画这一个 然后接着你这一条线连接起来 这个是你的第四个步骤 OK 这个就是画120度